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血腥屠杀的六四天安门事件 那么到今天呢已经有23年了 昨天就是事件满23周年的纪念日 昨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呢戒备非常的深言 大批警力助手并且拉起了巨码 还设置X光机对民众安检 有一些香港记者呢被搜出录音笔等等采访设备之后呢 遭警方强行压扣证件 另外还有好多天安门母亲和遇难者家属呢 就跟往年一样前往北京万安公墓来悼念亡魂 公关戒备非常深言 甚至于一度阻挠并且强行把他们带走 尽管盛传中央有意重新评价六四 但北京的气氛呢似乎比往年更加的紧张 另外在香港呢有超过18万的港人和支持民运的人士 昨天晚上聚集在香港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内 高唱着继音烈悼念23年前死去的阴魂 并且传递为民主牺牲的精神 主办单位表示 今年有超过18万人来参加这个集会 打破了历年的记录 而当年六四遭坦克碾断双脚的方正 在晚会上发表感言 他感谢香港人23年来的坚持 并且带领在场人士高喊 平反六四的口号 另外香港四名资源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呢 也播放了六四名领袖王丹的录影讲话 王丹在影片中 对于香港人每一年坚持集会非常的感动 也期盼每一年都能够坚持下去